选前黄金周 蓝白绿营新竹市长候选人 都举办热闹的造势活动 而民众党高宏安的造势晚会 联店荣誉副董事长薛明志担任神秘嘉宾现身 再度公开力挺高宏安 不过有网红爆料 高宏安的前助理们提供群组对话的内容中 疑似高宏安在立委任职期间 有薛明志在背后下指导旗 绿营测意用一些对话截图 就常是想要看图书故事来进行抹黑 这样子的一个发言 其实并没有回应的价值 此外高宏安表示 上周末造势晚会有75位里长出席 将近三分之二的新竹市里长到现场相挺 民进党省会红阵营质疑 里长出席名单被灌水 遭到里长戳破回级后 高宏安又谢则说 名单是新竹市议会副议长余邦彦提供 当天的画面已经看到了 其实过半的里长来到这个现场来进行支持 那在名单上的里长 事实上也是我和余邦彦副议长 我们大家一起来做邀请也同意 但当然后来可能会有一些 因为压力的关系 可能有少部分 真的是少部分的里长 他可能没有办法来出席 但是我想这部分之前都是有获得同意的 遇到事情 谢则切割就是高宏安的本性 但是我想更重要 应该是人对人的诚意 对于里长 对于基层意见重视的诚意 才是最重要的 中医选战倒数五天之际 新竹市也举办市长候选人第二场电视证件会 六位候选人包括高宏安 林庚元 沈慧宏等都出席 希望自己的证件能吸引市民认同 新唐亚太电视林秋霞 台湾新竹采访报导 现在我们再看右手